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如何正确用矿物粉和粉饼上底妆 用粉饼上妆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我记得我小时候 偷看妈妈化妆包的时候 没有见过粉底液 基本上都是粉饼 然后印象中他们都是拿一个粉铺 轻轻一上脸 脸就变得很无瑕 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流行就像一个轮回 现在很多大牌厂商都出了底妆类的粉饼 就可以直接做底妆使用的 当然对皮肤最没有伤害 最适合每天使用的还是矿物类的粉 首先他们不含有油脂水分 上脸特别的透肤透气 不会像粉底液一样 好像有一层油膜在脸上 尤其适合长痘痘 还有皮肤容易出油的人 第二呢 矿物粉里面通常都含有氧化芯 氧化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防晒成分嘛 它不仅仅可以防晒 还可以有消炎抗菌的功能 预防青春痘 像很多人在比如医美术后啊 或者是容易长痘痘的 他们任何粉底液都没有办法用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拿矿物粉来稍微均匀一下肤色 还有孕妇首选矿物粉当做你的底妆 那他们也是不用卸妆产品就可以洗掉的 用一个温和的洗面奶就可以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矿物粉 它可能比一般的粉底液呀 他们要需要更多的上妆的时间 还有对的上妆手法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我平常用的两种矿物粉的形式 还有他们的上妆手法 一个是粉饼类的 还有一个是最普通的散粉 这种蜜粉类的矿物粉当底妆 好的打底非常重要 首先你要确保你的皮肤是干爽的 打底产品不要用太厚重的 像我会比较推荐化学防晒类 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Cree Beauty 或者在我的年度大赏出现的Keep Cool 他们都是非常轻薄水润 没有妆感的化学防晒 还有这个我近期也蛮喜欢的 是我新入的Ultra Sun 优加的SPF30 它也是上在脸上比较干爽 不会有粘腻感 大概等个半分钟一分钟 防晒刷类膜定好之后 就可以上一个清透的透明散粉 任何透明散粉都可以 像我之前非常喜欢的NARS蜜粉饼 是非常好的选择 或者是我近期在用的Media 说它是一大饼平体啊 我觉得它的控油还有填补毛孔的效果 确实不错 你不用少太多 就轻轻的均匀一下 目的就是让脸部保持清爽 不需要有任何遮瑕能力 OK了 现在你的脸就非常的干爽 然后你在上粉的时候 就不会说卡到纹路里面了 上妆 这边边脸用Bare Mineral 这边用矿物粉饼 Cover FX的 它们俩全部都是矿物粉 只不过是形式不太一样 那形式不同 就要用不同的上妆方法和上光工具 Bare Mineral这个颜色有点难选 像亚洲妹子皮肤偏白的话 就尽量选最白的颜色 或者我这个颜色是黄一白 是Golden Fair 04 你听着它是04啊 但要比03钱很多 除非你是黄二白以上 可以选三号色Fairly Light 那矿物粉的上妆方法呢 是需要三部曲 是需要慢慢的上脸抛光打磨的 我用的刷子是他们家的这款 Beautiful Finish 是一款形状还蛮怪异的样子 它外面有一层包着里面的这层刷子 这样如果你扫粉的时候 它不会粉飞出来 然后就用抛光打磨的方式一点一点的上 千万不能贪多要少量多次 听起来有点像给汽车打蜡的感觉 对你要让这个粉吃紧的皮肤 就是要慢弓出细活 第一步swirl打圈 先把粉放在你的任何的容器上面或者盖子上面都可以 然后swirl 然后swirl 不停的打圈 让所有的刷毛都沾上粉 好 你觉得差不多了 第二步 轻敲 上脸呢用的是 官方说叫buff 是揉扫 一点一点的扫到皮肤里面 从外到里这样打圈 你可能觉得现在好像什么都没上一样 是因为它确实要叠加很多层 那我现在叠的是第一层 我们要第二步 第二次也是一样的 重复上述的三步曲 扫 敲 打圈 先扫 然后敲 然后皮肤打圈 让重复上述的这个动作 直到你得到了满意的遮瑕 那我现在叠加 你们可以看一下 大概三次就可以达到一个中度的遮瑕 我还推荐两个刷子 一个是elf的powder brush 就是平头刷 很便宜 那只我很推荐 它非常适合拿来上所有的粉状的粉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老用的这个 Rotanese expert face brush 它是有一点扁头的 可以特别好的用来修饰局部 然后第三层 再来一遍 现在这遮瑕我都很满意了 基本上到达了一个中度的遮瑕 如果有小瑕疵的话 可以用一个小一点的遮瑕刷 MAC的270 然后你就可以点在 比如这块有痘痘 点在这里 然后你觉得需要局部遮瑕 眼下也可以稍微遮一下 这个粉上眼下都不会干的 还有鼻翼特别容易 放红的地方 它不是雾面的 它有一点点的微光哦 我真的太喜欢这种微光奶油肌的妆效了 这边用粉饼上妆 粉饼上妆方式就比较简单的随意了 你可以用平头刷 散粉类的刷子 或者我最新发现了一个神器 这个厉害了 用它上妆 简单快速到不行 而且零粉感 看起来非常自然 就是直容美妆蛋 之前有一阵蛮火的 大家用它上液体底妆 然后我发现用它上液体底妆 简直就是disaster 粉就一粒粒的卡在毛孔里 但没有想到它上这种粉饼类的这么好用 因为它的绒毛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达到一个中度到高折下的这个状态 而不会说像普通的海绵吸掉多余的粉 那我们示范这边 这款Cover FX我的色号是N20 也是比较贴合我的皮肤的 算是黄一到二白的样子 我们用一边干净的海绵 往上 冻上粉 然后轻轻的拍在脸上就可以了 不够的话就再继续叠加 也是少量多次 粉饼类的一定要少量多次 这边大概上了三层的样子 可以看到额头还有脸颊基本上都遮住了 但因为它是粉状的 如果你再叠加会有一点点的卡 所以这一边就是用海绵蛋肯定是不如用平头刷一点一点的抛光来的更加的清透 你明显可以看出有一层粉在脸上 但是等它一会儿跟自身的油融合之后你就看不出来了 还是蛮自然的 最后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一定要定妆 格芬妮也一样 如果你不定妆的话你一出油这个粉就会塞到卡到你的毛孔里 可以选偏保湿一点的 如果你是大油皮的话可以选偏控油眼的蜜粉 然后我用还是用这个刚才的MIDI啊 稍微铺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拿大粉刷稍微全脸定一下妆 这一步看似未不足道 但是它可以让你妆容再多持久了两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好 你会觉得现在粉感会不会太厚啊 如果你是中性到偏油的肌肤 我保证你等一会儿出油之后 皮肤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健康 但如果你是偏干皮的话 我会建议用一个定妆喷雾 来降低你现在这个粉感 好那我的定妆喷雾就用了MAC Fix Plus 我为什么选它是因为它是很少有的不含酒精的定妆喷雾 那我们知道定妆喷雾含酒精主要为了让你持妆更久嘛 但我们现在已经是粉 非常粉的这种粉底了 所以不需要更加的拔干了 我们就需要一个很好的光泽感 现在整体特别有光泽感 完全不觉得是粉饼上的吧 跟粉底也看起来没差 反而又持久又对皮肤没有伤害 任何粉饼其实都可以用绒毛粉铺 或者这种平头刷的方式上妆 不一定要是矿物粉 但矿物粉是确实对皮肤最没有伤害 最透气的 像现在市面上其实出了很多的像TALK FREE 没有华氏粉的成分比较少 并且包含氧化新的这种粉饼 那它们其实都可以算是矿物粉的一种形式 我这一年下来基本上没有用粉底液 只用矿物粉或者普通的粉饼 发现皮肤确实变好了 而且我连遮瑕都不用 我就直接拿这种散粉按压在眼下 也可以当遮瑕 反而不会Chris 不会在眼下有一条一条的纹路 因为它是粉状的嘛 就本身就比较的干爽 好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底妆粉饼 记得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 谢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期见 Bye by bwd6